下面我们来讲另外一点 关于文化的问题 那么关于文化的问题呢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 就是英语的文化 汉语的文化 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表示这个语言 存在的那个社会的文化不一样 那么这里一个例子 就是叫fun这个字 大家知道fun什么意思 fun的意思是乐趣 是不是 请问你们学过这么点英语之后 看到fun之后的感觉 是什么特别特别特别爽啊 你看到fun这个字 就一种从心底感到一种 light的感觉 是不是 就一种感觉 这样说吧 你看到一个福字 就是虽然那个福字本身也没有什么 但你会在心里不由自主的身体中 比较幸福的 比较对是没有好东西的 憧憬和向往的感觉 是不是 那么音乐是一样的 看到fun这个字就有 但是很不幸 大家知道 英里面一个牛仔裤叫fun 是不是 拜登汉语叫什么 就叫fun呢 请问你看到fun这个字之后 或者听到人说 fun这个字后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没有吧 所以我们建议在fun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big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样是不是更好的体验了 这个意思 你想一想 你穿了一条牛仔 漂亮的 什么牌子呀 你自己试一试 就是说 他在翻译这个fun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到那个fun这个字 他也在想 他说 你看到这个fun 难道没有想到 分发有为 分发羊肠 这种奋斗努力的感觉吗 奋斗成功的感觉吗 我们就去想到这个感觉 但是当你若尔 听到低业分的时候的感觉 恐怕是 那个米共 你想是不是 这人感觉很不爽 那么这时候没有注意到文化的问题 他就发现 大街小巷上 还有没有fun这个牌子 没有了 有人看哪个牌子 现在翻一下分的 有没有 没有了 以前翻一下分之后 后来发现不妥 把这个改回去了 自己也叫犯了 但是呢 现在大家发现 因为很多国外的牌子 中国销售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参与翻译牌子 就直接拿英文牌子在卖 那么像这个牌子 现在也是一样的 不过 他永远也不可能在中国卖的好了 为什么呢 分的机是永恒的 永远卖不下去了 但有些牌子卖的特别好 比如说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可以说是全中国 所有的国外品牌里面 翻译最成功的 很多的什么可口可乐 什么白吃可乐 大家知道中国还有什么 非常可乐 以前还有什么 风黄可乐 是不是 还有很多带乐子 此大饭都卖的特别的棒 是不是 这是根据可口可乐 翻过来的 来我们再看下别的例子 这里叫做Joyant和Sportsman 这两个都决策品牌 这个知道吧 其中那个Joyant 翻叫什么 叫吉安特 目前是中国的第一品牌 吉安特 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那个永久 是不是 因为永久都是 都是渡的 所以这都不行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Joyant 这样这个时候翻叫杰安特 杰是快 安全特特别 所以大家发现 就这个名字 看完之后就感觉怎么样 很爽 对这个车不错 就想买是不是 那么这个车就是比较贵 我最近还攒钱买了一辆 这个Sportsman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 这个自行车品牌 但是他就不行 他卖的就很不爽 现在中国基本也快要绝技了 其实这个自行车品牌 它的这个牌子是很硬的 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过关的 那就是卖不出去 为什么 因为它叫施波子曼 知道吧 施波斯曼叫施波子曼 为什么卖不出去呢 骑摄影车就为了怎么样 能方便能快是不是 要施波怎么卖 那怎么卖得出去呢 就这么简单 就是卖不出去 但是可能有时候觉得 就说这个牌子呢 有这么重要吗 因为不是牌子本身重要 而是牌子背后的文化 很重要 能一起做文化社学一样的 要遇到这些问题的 那么以后我们会讲 更多这样的例子 大家看看下面的例子 叫robust 这个主要认识吧 什么东西 乐白事 对不对 你看这叫乐白事 对不对 它的本能意思是什么 是健壮 强壮 健康这样的意思是不对 它如果叫健壮牌 你喝不喝 你是不是不喝 壮壮 你喝不喝 你是不是还是不喝 它叫乐白死 你喝不喝 你都不喝 乐白事才喝 是不是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牌子 它翻译成这样子 这是讲的英文 翻译成汉语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下 汉语到英文的例子 这个是叫做Fan 那么这个Fan 大家知道 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品牌 叫芳草牙膏 知道吧 芳草牙膏 现在已经经常绝技了 为什么绝技了 就是因为它的翻译的问题 这个Fan 芳草牙膏 那个芳字 大家知道 在汉语里面看到芳 感觉就是说明 鲜花盛开 很芬芳 很鲜艳 很美丽 就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他一讲 芳草的牙膏呢 在来国外去卖 然后就翻译叫什么呢 叫芳 为什么呢 那个草不好吗 芳不错吗 这叫芳 但是没有讲到 刚好那个芳在U里面 是什么意思 是蛇的毒牙的意思 你现在看看 有谁会天哪个蛇的毒牙 在刷呀 所以说这个Fan 这个牙膏怎么样 在国外销出量 极其不好 所以导致后来怎么样呢 这个导致 它的中国的销量 也非常不好 后来这个景牌怎么样 在中国最近 大家还知道 另外一个 就是叫做 这个好马会好安 好车 可以风帆 知道吗 那个风帆 风帆键电池 知道吧 那个风帆的风帆 你们知道 它一个词 它的英文一个叫shell 风帆还有一个 英文叫什么 叫junk 你知道吗 英文是不是 还叫junk 有个风帆的意思 那么大家知道 junk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垃圾的意思 所以当时他想 那个shell这个词太普通了 所以叫junk比较好 但是拿到国外去卖 发现它卖不出去 请问 又谁看到这个电池 说叫垃圾买出去用 所以说后来发现 这个风帆销电池 有点事情 极其不行了 后来现在怎么样 又开始大规模的广告 然后把英文改过来叫什么 叫shell了 所以在风帆销电池 卖的怎么样 又不错了 他也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就是很典型的 就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词 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某一个 油文单词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油文单词 还有别的意思 或者说 你要使用这个油文单词 没有想到这个油文单词 背后的意义 我想大家读到这种名语 经常听到老师讲一个词 叫什么 叫propaganda 叫propaganda 叫宣传 老师经常讲这个词 老师经常讲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propaganda这个词 发现成汉语 确实叫宣传 但是英文里面 propaganda这个词 还有什么呀 点意的意思 就是说相当于说什么呢 他的意思相当于是鼓吹 就是说 这个以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方式 非要你相近 或者中间有欺验的方式 有这样的意思 而我们说 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 宣传什么什么思想的 之后 你还用propaganda 那你想一想 这个词就不太好了呀 就没有对到propaganda这个词 它隐含的意思 当然了还有别的意思 还有别的一些词 一些例子 这个词要touch 我就不讲这个词了 因为这个词 这个不太好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叫做a stupid pig 这个大家知道的吧 这是文化的一个问题 在英文里面 他们记得这个词 其实没有stupid的含义 大家知道 这个英文里面 要是stupid 应该说哪个东西 叫驴 叫donkey stupid 再举个意思 在汉语里面 我们说一个人 这个很勤奋 说他像什么 像人民的老黄牛 是不是 在英文里面说什么 像马 这大家要注意的 汉语里面 几乎所有的东西 发生英文里面 都使用了马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在英文里面 这个英语的文化 它是这样子的 他们虽然在农根时期 他们也有这种 使用动物来做动力的 但是多半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什么 而不用牛 牛主要来干嘛 第一产奶 第二干嘛 吃肉 而我们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大量 很长的农根社会里面 一直使用什么 是用牛做这种处理 所以大家发现 我们对牛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这种感激 欣赏的感觉 所以说很多都使用什么 牛 而英文里面 是不使用牛的 像这样的细细的细节 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再举例子了 好了 这个我们就 跟大家举几个例子 来看一眼 就可以了 以后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你们将来犯了错误 或者我们再会找一些 比的例子来给大家看 就是学生写的实例 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可能不太明白 你会说这东西 我们知道了 写的时候 不会出现错误了 只有当你看到有同学 或者你自己写了 错误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相信 哇 我真的有可能会犯这样 表现的错误